爱丽丝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男人 是最佳男友 真的 最佳男友 每个女生都想要 那其实这最佳男友 我们今天从太阳金星 跟上升的角度来探讨 那最主要是最佳男友 我们今天的角度呢 就是说其实这是很主观 因为每个女生的个性都不同 想要的男生也不太一样 所有的个性特质 但上榜的这三个男生的组合 比较属于是那种说 他比较容易掌握情感的节奏 比较懂得女生的心态 该怎么去重视 该怎么去经营 这样子的角度来看 来 首先太阳金星上升 在第三名 我们给天蝎男 对 给天蝎男怎么说 天蝎真的非常会洞察人性 尤其是女生 所以他们很知道说 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招数 心理战术 有时候该激进的时候 他就很强 有时候该以退为进的时候 他也会适时地去示弱 所以说 专一占有跟情感细腻这一块 他的霸道我们应该都很清楚 天蝎的占有欲很强 如果今天是真心的 就是说天蝎不容易相信人 可是如果今天 你是他很信任的伴侣的时候 那他对你呢 绝对不会有遗毒不回这种状况 他再怎么忙 一定会让你知道说 忙 就算只有一个字 他也会让你放心说 他现在真的有事 请你不用担心 再来他的那个保护室连走在街上 你都可以感受到 女生最爱说没事对不对 看他脸明明就臭得要死 可是他绝对不会相信你说 没他知道一定有事 因为他自己虽然看起来很冷漠 其实他内心深刻的火热 也很渴望这种温情的对待 所以他其实是会很关心女孩子 现在的脸部线条哪里歪了 哪里不对了 刺激刚讲说好棒好羡慕 但我跟你讲 他跟你不合 他说什么 他平时不合 你受不受得了他 很多啊 你知道他会一直帮我 他24小时 盯着你 24小时都在关心你 都在照顾你 应该不可以吧 紧迫钉 可能热恋期还OK 过了热恋期有可能就无法了 你就热恋期就分手就好啦 他没有 过就好啦 他那个他会把热恋期拖 他一直都这样 他一直都这样 他要爱你 他真心的就是这样 一直看你 交往18年都还是这样 纵使他今天不在你身边 他去上班 但是你都可以感受到他的 真的 他的关注 一直在看著 对 好像 对 如果喜欢这种甜腻的这一种 然后内心性很多很澎湃的 那就选天蝎周的来当男朋友 那这种热恋自由的真的 其实会受不了的 任人结果真的会受不了 来 太阳惊星上升第二名 我们来给处女 是哦 所以你做这种细腻 真的是 天蝎也很细腻 但是你都属于关注需求 然后这么 那种精心精油的 也是属于这一组的 其实他很可恳 他对感情非常认真又负责 他是属于那一种不用你说 他好像随时都有一个库存管理系统 知道你现在的卫生纸 大概用只剩两包 然后非常关注你的生理期 女孩子可能会不舒服 他是比你的闹钟还要准 比你的行事力还要快一秒钟提醒你 然后可能准备好红豆汤 黑糖水 甚至它是属于那种你生病 他不是只是一封简讯说 关心你要照顾身体看医生 他是直接把药封上 然后把水水味给你喝吃药药的那一种 就是说他嘴巴不甜 但是呢 他是会身体力型地去表示他的爱意这样子 那再来说 永远记得说 你可能晚餐吃得比较少 不要太油腻 你的早餐一定就是最爱吃的 巷口那一间萝卜糕 而且要没有肉的 要有萝卜丝带丝那一种 还要配上一杯大热奶 这种等等一切的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 他就是超级喜欢 做这样子身体力型的温馨 所以女生其实是很爱很爱 男生这一种虽然嘴巴不甜 可是呢 我用行动来表示我很爱 很关心你的一举一动这样子 所以知道撩妹王的心跳 撩妹王喔 天秤王 真的天秤 天秤好可怕喔 颜值迷人幽默体贴 真的他不管他长得怎么样 高度怎么样 他永远就是有那种非常迷人的气质 就是很绅士很男神 而且非常的不管是爱与性爱 真的我们在我们天秤中很重视气氛 温馨浪漫又懂得幽默 而且他会知道他会很关心实相女孩 现在能够撩中他的心的是什么 那譬如说如果现在不是常常什么 撩妹王的一些话啊 他也会跟你说 我可以跟你借个杯子吗 那你就说好啊 这样我就可以欠你一辈子了 就类似就欠你一个杯子 天秤应该不会用这一句喔 因为听起来不优 小天秤应该不会用 有点浇流水 有点浆母是不是 有点浆母是不是 小天秤会这样 老天秤应该不会 老天秤应该不会 那我们刚刚讲说 撑伞下雨了 今天不管雨只是那么一丝丝的毛毛雨 或者是伞面很小 他不是像天蝎说会撑伞而已 或春雨中也会撑伞 他是会就把他自己淋雨 然后伞面就是直接在女孩上 你就觉得完全重 而且他很能够掌握所有的气氛 也会知道说 上次吃过意大利餐厅 那这个周末我们去吃什么 然后呢什么餐 吃牛肉那我们就配红酒 吃海鲜配白酒 全部都非常知道 下午茶那音乐也要 灯光美气氛加什么Basanova 他非常讲究这一切的营造 所以他这一种很重女生的心 但是你就是不一定是他的唯一 那种感觉就是让女生很痛 点在这边 对 但是以最佳男友来说的话 他真的非常懂女生要的是什么 而且呢 他的包容心很大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